安波CSL中超足球快讯 2021年5月17日 上海参花激战长春亚太 周一晚上 中超继续进行 长春亚太与上海参花将一决高下 两队新赛季都保持不败 不过合局都不在少数 争胜利有限 加上大家过往多次交手平分秋色 双方金扑交手再次打合不足为奇 时隔两个赛季 长春亚太终于重返中超赛场 他们引入了尼加奥和L.埃利克等多名球员 球队目标是来季继续留在中超 首轮面对大连人 就是平级住新元尼加奥和L.埃利克的入球 长春亚太2比1战胜 对手取得开门红 不过在之后的三轮联赛 虽然长春亚太保持不败 但进攻严重受阻 三场比赛都未能收获一个入球 球队需要着重解决进攻的问题 不过对几队有利的是 长春亚太防守十分强劲 四场比赛只失了一球 金扑面对缺冰少将的净履上海参花 长春亚太有望依靠助稳固的防守抢得积分 上海参花得到了上季中超冠军球队的核心无锡 球队中场实力提升一个档次 加上新元八所高和美亚西组司机的进攻能力都颇为强劲 新赛季的上海参花的却值得期待 前四轮联赛战败 上海参花录得二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期间战胜北京国安和武汉队 上海参花这波不败含金量不俗 不过有所隐忧的是 曾成、彭欣利、美亚西组司机和曹云定等主力球员金杖都因伤缺阵 而无锡和朱月则需有国家队的任务必战 上海参花金杖将缺冰少将 于汉超、金信玉和基奥云尼摩兰努等球员就需要做得更多 希望保持助球队不败的良好势头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参花最近三次与长春亚太交手都战成了1比1 双方互不相让 此番再次对垒 两队仍然有望难分胜负 感谢你收听安波 CSL中超足球快讯 谢谢给我们一个赞和支持 M直播提供英迁、美亚、发达NBA等精彩足球篮球赛事的直播服务 立即靠在M直播 随时随地看好球